字幕影音乐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阳光大道》 我们这个 Podcast 是在美洲时间逢星期一早上推出 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环节分别是健康生活 社会透时和空中花园 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我们是新的一开始有新的目的 有一个新的动向 那你到年底有多少个可以成功? 全部失败了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为什么 还有什么方法改进 通常人开始一月 个个都写下我们的目的 2月中有80%失败的 这是人的软弱 把持不定 那些人做普遍是什么 我要减肥 做多些运动 做多些运动 吃少些药 不要看多多电视 看多些书 做多些运动 有些人说 吃少些烟 想赚多些钱 赚多些钱 或者存多些钱 去到年底12月31日之后 什么 零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完成 我好像文说你说有一个方法 是否可以继续 所谓可以改善 可以改善 最重要的 新闻学家说 通常我们的目的 是太大 太大 我要减肥 减肥就是什么 减多少 减多少 你要很 specific 就是说 OK 我要减3磅一个月 因为我要减一个月 不是一年 不是一年 因为我一个月要减1磅 OK 写完之后 你还要写下 很重要 写下之后 还要分享给别人看 就是你的老公 你的太太 你的人 你的朋友圈 朋友圈 做个小圈仔 我今年要做这些东西 我已经写下了 而且你每天要看 你每天要看 你每天要看着个高 你不看着那个目的 你就忘记了 忘记了 忘记了 你当作相关的 就是有个人提供你的 就是有个人提供你的 最重要的是有个伙伴 OK 你说 OK 我要减1磅 那你怎样减法才行 1磅其实是减不到的 你应该太少了 OK 5磅 5磅 5磅太多了 1磅 一个月减5磅不行 那你怎样做法 你怎样做法 你减肥 你要3、4个方法做到 吃少些东西 吃少些东西是什么原因 我不可以吃少些零食 不吃零食 我说不吃零食 好过我吃少些东西 或者怎样吃法 是的 我说我吃少些 澱粉质的东西 即是最具体的东西 是的 非常具体的东西 即是不得太普遍 不得太普遍 第一样东西 现在叫做Smart Goal S-M-A-R-T OK Smart Goal 第一样东西 就是specific 一定要是 我怎样做法 知道你写下了 因为有很多学生 我跟他教的时候 那些学生说 我今年要考第一 那你怎样考第一呢 即是你要tangible 即一定要很要attainable 那是另一个方法 第一样东西 是specific 你要減10磅 你減1磅 而且要有一个日子才行 有time frame 是的 我说一个月之内 我要減5磅 因为我说六个月之内 我要去到多少磅 即是你的目的 即是你的目的 一定要很concisive 一定要是你做得到的 但不要是太做不到的 因为太容易做的 而且要有个时间 有个时间的 日期 而且对你有关系才行 OK 那你像这些很fake的人 减肥没用而已 有些很瘦 有些不需要等上去 那我要减肥 你真的说什么 很重要 就是那些一定要 immeasurable 第二个m是measurable 可以量到的 OK Rosanna 我知道你有什么new resolution 我有什么 睡好点 睡好点 睡多点 我在improve中 你在进步中 在进步中 在第一个计划中 在进步中 在进步中 那S是specific m是什么 measurable measurable 可以量度 那A就是 attainable attainable 可以到 就是realistic 是 可以达到的 R就是more relevant 对你的妹妹 对你自己 T就是time OK 时间 可以明白 就是你没有可能说 你整年来计算 是 那记住这个smart 英文叫做smart 都是有意思的 smartgo 是了 就是一个新的愿望 新的一年开始 OK 希望大家听众 明白到什么叫做smart smartgo 今天时间差不多够了 拜拜 拜拜 来到社会透视的时间 我是Cissel 以前说过 旅行租车 还是开自己的车 长途旅行 现在是路费难缴 收费庭请人收钱太贵 什么都自动化 但不是停车 卡开闸 而是自行自过 自动感应 甚至有一些新起的收费路段 闸都没有了 全部派出来 叫你自己上网 打入车牌缴费 而只是在美国 就已经有不同的 收费和感应的系统 所以开车穿州过省 可以很麻烦 路费不是问题 不知罚款多少才是问题 总之 你用手机导航 就记得在setting上 选择避免toe road 这些道路收费系统 对本地居民来说 就非常方便 但对访客就很麻烦 当然这种麻烦 就不只是开车 坐车也是一样 世界上 越来越多地方的公共交通系统 就用Smart Card 来收费 开头的时候 还是跟现金付款 或者售票机 一起用的 但后来越来越多地方 就变成 完全不收现金 一定要doot card 甚至有些巴士 不能给钱上车 就好像很多地方 开车过桥 完全没有办法 用其他方法付款 有些地方 更加是单程巴士票 都要在路边的店铺买 所以很多城市 几乎 去到一定要买当地的搭车卡 而这些卡 可以有几贵 对短期访客 就不太划算了 我十年前去伦敦的时候 也是逼着买Oyster Card 因为用现金买车票 价钱多成倍 两三程都抵抗 世界上各个城市 都有各自的交通卡 所以去得多地方 你可能收到一大堆 不同地方的卡 最麻烦的是 下次回到同一城市 你又想找回那张卡 又要记得带那张卡 否则你去到又买多张卡 有些城市是可以退卡 但扮手续 可能很麻烦 时间比你去找卡 又或者收手续费 其实除了卡费 和按金 另一个短期旅行的麻烦 就是你可能入多了钱 用不完 当地居民就很方便 但你又要记住记住 临走的时候 就频密小额充值 其实这些搭车卡里面 晶片的容量 其实不是很大的 每个城市的公交收费系统 又可以很复杂 又说store value 又说每日每周 pass 甚至不同区域的月票 所以一张卡 很难用于多个城市 只有某些密集的地方 就可以很方便 例如香港八大通 可以到处购物付款 荷兰或者以色列的小国 可以全国用一张卡 甚至日本各大交通卡 现在已经可以 处籍互通 不过现在全球很多地方 已经再进一步了 进入了一个后宫交卡时代 就是用contactless信用卡 我见到最先用的就是伦敦 现在已经再没有理由 需要买boister卡 你只需固定用一张信用卡 入门出门上巴士 每程车费 和每日每周的faircap 都自动apply 甚至上伦敦交通局网站 可以即日查询 搭车和收费的记录 现在已经很少人 不会带全球通行的信用卡 或者交通卡出行 所以这种收费系统 就真是最方便了 各位听众早晨 美根穆斯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Ateam Jeff 穆斯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当阿波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 保罗就实践了他以前在以弗所的承诺 他去到耶路撒冷做短期的访问 接着就在早年的时候 在安提亚住了一些日子 他也都旅居了在小亚细亚 曾经去过加拉太 呂佛家的地方 访问那些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 巩固众信徒的信心 在士图的时代 小亚细亚被划为 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 叫做亚西亚 他的首府就叫以弗所 而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商业的大中心 有个耶路撒冷过节的人 都曾在约旦河 听到施洗约翰讲 他们在约旦河也曾经听过施洗约翰宣布 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 而他们也曾经把这个信息 带到世界各地 因此 上帝就为使徒的工作 预备了道路 当保罗到了以弗所 就发现有十二个弟兄 他们好像阿波罗一样 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亦都像阿波罗一样 对于基督的使命 稍有点认识 这十二个兄弟 虽然没有阿波罗的才能 但他们却有一伙真诚的信心 和要切法将自己所领受的知识 讲传开去 让人都知道上帝的名字 这些弟兄虽然不知道圣灵的使命 所以当保罗问他们受了圣灵的洗 没有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就是没有啊 他们都没有听见过圣灵刺下 保罗又问了 那你们是受什么的洗呀 他们就说 我们是受施洗约翰的洗 于是使徒就向他们说明了 作为基督希望的基础的伟大真理 他将基督在地上的生活 和他似肉的惨死 告诉他们 又告诉他们 他们生命的主 如何打破了坟墓的壁垒 得性死亡而复活了 他从述救主交给满徒的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刺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洗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保罗告诉他们 基督已经允许差保卫斯来了 藉着保卫斯的能力 必定有神迹其事施行出来 保罗并且描述 这个允许已经在五常节那天 已经是光明的实现了 这帮弟兄 他们有着深切的兴趣 和感恩惊叹的喜乐 来听保罗说 这十二个弟兄 因着信就令基督属罪的 犧牲奇妙的真理 以及接受了耶稣为他们的救主 于是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了洗 当保罗案在他们头上的时候 他们也接受了圣灵的洗 藉此他们就能够开始说 其他国家的谎言 又讲到预言 就是这样 他们有资格在以弗所和附近一带 以孙老师的身份作供 并出去到小阿世亚宣传福音 这些人所以能够获得经验 以至能够出去在庄家成熟的地区 作供人 那是因为他们 全有谦卑 虚心受教的精神 这十二个弟兄的榜药 给予基督徒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 因为很多人在灵性生活上 只是有些少的进步 原因他们太自满了 不肯向人领教 是的美根 有些人不肯接受教导 对于上帝的圣言 只是有肤浅的认识就觉满足 他们不愿意改进自己的信仰的行为 因此他们没有用什么努力去追求更大的亮光 只要跟随基督的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 而切感寻求智慧 我们就必蒙真理的圣灵的引导 而我们现在所不知的 藉着圣灵都会给我们知道 今天的时间又到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 再见 请订阅和订阅 包括苹果机的Podcast App iTunes 还有Google Spotify Amazon 等等 而多年以来的所有节目 还可以在linguospiritor.net 的网站重温 我们还会将节目上载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lvd 阳光大道粤语podcast 大家可以按Subscribe 订阅 我们还设有Facebook 专页 你按了Like 即是赞 就可以每周看到我们最新一集节目的消息 这个专页的网址是Facebook.com 一帖 Sunshine Cantonese 好 我们下次再见